各位说的大家好 我是喜恩小老头 我们继续一起学习王习智识去贴 这是五字 这个五字这个草书 这个五 这个以前这个繁体是这样子写的 繁体是这样子写的 那么这草书呢 它是这样子写的 这种东西 这个都必须要记住 这个没办法 这个草字必须要记住 好 我们看这一个横写过来 好 弹回来收到这里来 所以它这个关系 它是这样子的 压住以后 弹上去收到这里来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笔头的 它这个落笔方向 它肯定是什么 它这个笔头 它肯定是这样子落的 对啊 然后这个再收起来 这里这样子弹起来 所以它这个笔头 这个笔头 它肯定是这个收起来 它肯定是这样子 这个笔头肯定是这样子 所以第一竖这样子形状 第二竖 它是这样子形状 所以这个笔头 它肯定是这样子弯曲的 好 然后第三笔它过去 第三笔过去以后 它是这样子过来以后 它是要下去了 所以这个笔头呢 它这个笔头的不是减的 这个笔头的话 它是这样子过来以后 它这样子完了 它这里有个肩膀 这里有一个肩膀 有这样子一个放大以后 就这样子一个肩膀 所以说这三个笔画 它这个是有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 你不是我们理解的这样子 第一个是这样子去弄 那况且你这个也看不清楚 这个是课本 第二个是这样子去秒一下 然后这里跳起来 第三个再这样子再去弄一下 那么你这样子 你秒是秒出来了 你写时间单 你不知道原理 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 这个原理就是笔式的运动 所以说这个过来以后 第一笔是这样子 第二笔是这样子 第三笔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笔画的变化就出来了 而且非常智能的变化 你在书写的时候也不累 你就是根据这个毛笔 在运动的时候这个轨界 这个运动的时候这种动式 来完成这些笔画的书写 那我们再来把它写一下 下去过来 弹起来 过来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然后这边过来 这样这个写吧 那这个东西 我们如果学习重点的话 那么我们就作为今天的学习的重点 这种东西就是非常自然的 那么比如说 我们来看这个盐面 这个盐字 这个盐 这是一个盐字 这个草树力 它是这样子一个写吧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点 和这里一个头 那么这个东西 它这个第一笔 这个下去 下来 第二笔 下去 那么这两个头你是不一样 这个是直接过来的 好了 这个笔画 它是这样子过来的 它是这样子过来的 然后这个再下去以后 它这一个笔头 它这个笔头 它是有这么一点小点的 但是我们这里看不清楚 那么你如果不知道 这一个毛笔运动的这个道理的话 其实这些道理都很简单 如果不知道这些道理的话 那你们这个灵贴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然后 我灵得很像 你灵得确实是像 但是你这个灵的 你这一方面 你这个灵的将来 你就不会创作 看起来灵得很像 你这个网上 你去看灵贴 灵得很像的人很多 但是你 它不会创作 创作其实 它这个作品一塌糊涂 这写不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你这个就算是灵灵的像 但是这个像是神态 是不足的 我们什么是自的形态 自的自的神态 自的神态的话 有一种生龙活虎的 有一种 自有一种动感在这里面 什么是活灵活现 活灵活现 它是有生命的 它是能够动起来的 是这种感觉 你像这种东西呢 你就 这不是活龙活现这种 这种感觉 这里面的就是动态 你是不足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要注意一下 好 这是一个圆字 这个圆 是这样子一个写法 这个圆 那么角式旁里 就是一个像儿子的子字 这样子一个写法 这个是草树里面的 这个是经常会出现的 然后右边这一部分 上面部分的这个省略掉了 直接写下面一部分了 过来 下来以后 右边跳过去 把笔收起来 是这样子一个写法 那么 这个两 这两个部分 你大家注意一下 其实这个部分 从道理上来讲的话 它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子 在这个角式旁 右边这样子一个东西 但是你 你这两个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两个太一致了 这个王羲之 但是他这个人 他就喜欢变化 他就太一致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 它是把它 瘦成瘦长型的这样子一个东西 右边这个部分 把它写成这个扁形的这样子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字里 他就 大家充满了变化 我们把它淋一下 下去 这个瘦的 这个是胖的 打开的 左右打开的 这样子写吧 那么 像这种牵丝的东西里 没有必要完全的去写 它这个跟字体一样 这个我再次强调 一定有 感觉这个牵丝是这样子 我一定要这样子来 你这样子 笔画有虚实之分 笔画有虚实之分 有虚实之分 那么 像这种笔画 像这种笔画 它是比较 比较 这个实的笔画 那么像这种笔画 这种笔画 你是比较虚的笔画 你把这个虚的笔画 也写成了很实的 那么你这一个 这个写成很实了 写成很实了 那么你这个字里面 就缺少一种灵动感觉 虚实 一直处于虚实变化当中 有虚有实 有虚有实 那你这个字里 才会出彩 好 颜面 那我们就把它写一下 点下去 它这个跟下面 诶 但是说实 虚实 这个笔画 它都写的 处理的很实 这个笔画也 按理说这个笔画 它这个笔画 应该是比较虚的 这样子一种笔画 但是它这个笔画 处理的很实 那么这个具体的 我们今后再讲 这个是面子 把它这个竖 横过来 点 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这个是面 那么这个面 我们在竖写的时候 我们要打破一些 我们常规的一些示威 因为我问问什么 我们写这个面的时候 楷书在写这个面的时候 我们为了匀秤 这个距离比较近 这个距离 就比较开 但是在这个草术里面 它这个距离 大家看一下 上面这个很开 下面这些的又很紧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你这个要注意一下 我们不要 以前按照老的 这种想法来写 那么这个字 看上去的话 你就有点 感觉跟字体里面 不是很像 那么我们这个 在写的时候 你这个过来以后 写下来 写过去 这个把它写低一点 不要写得很高 然后这个数 坑过来 这个数点 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维之前面已经出现过一次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 瘦长形的 维一鸣之怀 维之这样子 那么这个 它是短了一些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在写的时候 你大家不要当作 楷书来写 有的人就是这样子 这个字贴 写十七贴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当作这个 到这个楷书来写 稍稍地把它带一些 这个草书的意思 在这里面 把草书的意思 把它带进去 像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年份长了 再说它这个是课本 它不可能刻得那么细 所以说这个 给我们的感觉 它是这样子 其实它这个细小的部分 细小的部分 在刻的时候 你这个没有刻出来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它还原 要把它还原成一种书写状态 我们连起来 把它来写一下 过去 这样子 好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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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 这样可以写了 让我们看一下 那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感觉 那么好今天我们就写到这里 谢谢大家